看一下第78讲关于委托韩记和中介合同 来了诸位请听 我问一下诸位 我为什么在书里面把委托合同 韩记合同和中介合同 放在同一讲来进行介绍 为什么 请听 我委托贾同学帮我去签约 这是一般的委托合同 我委托某个商行帮我卖大米 这是韩记合同 我委托某个中介公司帮我找套房 促成合同成立我给他报酬 这是中介合同 你会发现这个韩记合同也好 中介合同也好 它都属于什么 委托合同 因此韩记和中介有特殊规则的 使用特殊规则 没有特殊规则的可以使用 委托合同的规则 明白没有 好 但是委托合同的话 很多人把它和代理混在一起了 看这里 我要给你们理解一下 委托跟代理是两个概念 比如说 如果有一个客户跟律师签订一个委托合同 这是双方行为 对吧 双方行为 那么委托的话 它解决的是内部关系 比如说 如果假公司委托A去签约 对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请听了 假公司跟A之间的委托合同 是解决双方行为 明白没有 假公司可能委托A去签约 涉及到去签约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涉及到对外的 那这个时候还要有代理 代理的产生来源于假公司的授权 没有授权 那么A没有代理权 明白没有 但是如果假公司委托A帮他计账 你告诉我主委 委托A帮他计账 有没有对外签合同 有没有对外的问题 没有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仅仅是有委托解决内部关系 还不能够有代理 明白没有 代理一定是解决什么关系 外部关系 明白没有 所以在这里你要搞清楚 委托的话 它是解决内部关系 它是双方行为 而代理必须有三方结构 代理必须有三方结构 比如说假公司委托我 阳朔缺签约 那么这个时候 请听假公司是委托人 我阳朔是受托人 然后我去和假 以假公司的对手 比如说A公司来签约 那我以假公司 命运跟A公司来签约 对吧 那这个时候 只要涉及到第三人 涉及到三方结构的 就是代理 所以这个时候 从代理的角度来讲的话 假公司叫被代人 我阳朔叫代理人 也要A公司叫相对人 明白没有 所以要搞清楚 这是两个概念 记住一句话就行了 委托解决内部关系 代理解决 外部关系 代理必须有几番结构 三番结构 好 那么解决了委托和代理之后 关于委托合同 当时的权利和义务的话 简单看一下 简单看一下 重点要掌握的 就是委托合同的宗旨 我们先看一下 受托人的主要义务 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律师 你是受托人 对吧 那依照委托人 只是处理 亲自处理 对吧 为什么要亲自助理 很简单 为什么人家把案子交给你 不交给其他律师 相信你 对吧 OK 就那么简单 交付财产报告义务 谨慎处理 间接代理中的 披露义务 我们已经讲过 间接代理的 对吧 把那个连带责任 画出来 如果两个以上的受托人 这个时候 对委托人承担什么责任 连带责任 同样的道理 在我们的承揚合同当中 也是 承揚合同当中的话 两个以上的 承揚人承担的 也是 连带责任 共同承揚 共同处理 委托事务 也是承担连带责 好 这是关于受托人的主要义务 那委托人要给钱 给报酬 对吧 赔偿义务 这比较简单 我们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 关于委托合同终止 委托合同终止 要解决的就是 今天委托合同 是基于双方的信任 而产生的 因此双方有什么权 任意解除权 对吧 有任意解除权 那么在这里的话 请听就讲 就讲第933条 委托人跟受托人的 任意解除权 好 如果是无偿的委托合同的话 这个时候 行使任意解除权 造成损失的 赔偿的叫直接损失 如果是有偿的 委托合同的话 赔偿的是直接损失 加上可得利益损失 加上可得利益损失 好 我在这里给你们讲一下 不用看讲义 看这里我们来理解 先看无偿的委托合同 如果甲公司在广州 甲公司在广州 他要和上海的 义公司要签约 这个时候 基本上 谈得差不多了 然后甲公司就委托 A去上海进行签约 这个时候 A就是代理人 对吧 就是受托人 好 来了 诸位 这个时候 甲公司委托 A去上海签约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甲就跟A干嘛 首先买个机票 去到上海 1000块钱 那接下来 去到上海的话 还要给他定一家酒店 一天晚上500块钱 OK 500块钱 那接下来 第二天的话 A这家伙居然说 不好意思 我有事 对吧 我不签了 他直接走人 你告诉我 这个时候 A这位受托人 他可不可以直接走人 然后行使任意解除权 可不可以 干嘛不可以 委托合同是基于双方的信任而产生的 没有任何问题 双方有什么权 任意解除权 那双方有任意解除权的话 这个时候 A把合同给解除了 那解除的话 要不要赔偿损失 当然要 对吧 那就看一下 这个合同是有偿的 还是无偿的 请听 这个合同假设是无偿的 那无偿的委托合同 A说反正我也没拿到钱 对吧 我就解除合同 我就走人了 对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即使是无偿的委托合同 你行使任意解除权 给人家造成损失的要赔 赔的是什么损失 直接损失 直接损失就是 第一个机票1000块钱 赔不赔 赔500块钱的酒店住宿费 赔不赔 赔 理解没有 好 这叫直接损失 那如果是有偿的话 赔直接损失还不行 还要赔什么 可得利益损失 什么叫可得利益损失呢 就是 我举个例子 请听 这案例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 诸位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 这样子的一种情形 假设将来你做律师了 哎呀 那你做律师的话 这个时候呢 请听了 有一个客户找上门 对吧 说他有3000万 拿不回来 就准备让你帮他 把这3000万拿回来 对吧 那这个时候 他就问你 这个案子 你们感觉怎么样 对吧 能拿回来吗 诸位 你会不会拍松口 说肯定会拿回来 你不会嘛 对吧 这个时候你也不敢这么做 OK 那可能拿回来 可能拿不回来 对吧 你说应该大概率还是可以的 对吧 他就问你 多少的律师费 对吧 OK 假设你们谈下来 对吧 假设500万的律师费 或者是300万的律师费 对吧 这个时候呢 他就想了 就谈下来 假设最终谈下来 100万律师费 对吧 那这个时候 他就想了 他说 如果拿不回来 这律师费 你拿不拿 就3000万 如果拿不来 律师费 你要不要收 对吧 那肯定收啊 没有任何问题 那肯定收啊 对吧 那这个时候 客户心里面就纳闷了 他就说 哎呀 如果这3000万 一分钱都拿不回来 那我还要多给你多少 100万的律师费 那我不是很郁闷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客户又开始犹豫了 又开始犹豫了 那这个时候呢 哎 了着了着 突然之间客户 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说 据说你们行业 有一种代理 叫风险代理 什么叫风险代理 风险代理的意思就是说 反正呢 钱就我不给你钱 反正你去干就行了 OK 然后呢 拿回多少 我给你分 对吧 哎 拿回多少 哎 这个时候客户拿70% 律师拿多少 30% 对吧 好了 那这个时候客户说 要不这么干呗 反正我不管你拿回多少 如果你拿回1000万 你就可以拿多少 30% 300万 对吧 拿回3000万 就是900万 30% 对吧 那这个时候你一听 干还是不干 你经过评估发现 我打这个官司的话 应该我的成本就是 就是我的时间成本 对吧 对律师而言 就时间成本 还要脑力成本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说干 OK 然后就签合同了 对吧 好了 那你就认认真正的 把它给准备的差不多了 对吧 假设第二天就去起诉了 那第二天要去起诉 对吧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今天呢 诶 客户就打电话 跟你说 啊 某某律师 准备的怎么样啊 你说准备的差不多了 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对吧 诶 他说 诶 要不我过去 我们好好聊聊 你就说 那你过来吧 那接下来 你过来的话 你就把那些所有的证据啊 所有的那个材料啊 代理词啊 都告诉他了 对吧 他说 哎呀 我一下子看不明白 要不这样子吧 我先拿回去看看 对吧 明天早上八点钟 我们在法院门前见 对吧 你说行 没问题 对吧 然后呢 就啊 明天早上八点钟 就准备去法院 早上七点钟 你醒来的时候 接到电话 说哎 某某律师 你不用来了 对吧 干嘛不用来了 都为了知道 你怎么打的 代理词我也知道了 对吧 我自己搞定了 当年我在后大 还讲 还听过课的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说 喂 你就走人吧 我就不让你打了 他自己干了 对吧 你告诉我诸位 这行使什么权 任意解除权 可以吧 可以对吧 行使任意解除权 好 那给律师 有没有造成损失 当然有啊 你告诉我 这是有偿的 还是无偿的 有偿的嘛 对吧 所以首先第一个 赔的是直接损失 直接损失是多少呢 比如说 他进行各种准备 加起来三万块钱 赔不赔 赔 那第二个就是可得利损失 如果他真的打赢了 拿回来的多少 三千万 对吧 那你告诉我诸位 可得利损失 这个律师 如果打赢 他可得利损失 应该是多少 九百万给 还是不给 给 明白为什么 好 就是所谓这里的 可得利损失 搞定啊 这是关于 委托合同的宗旨 那就掌握这个罚条 就可以了 OK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韩记合同 韩记合同的本质上 也是一个委托合同 说实话 它本质上是个 间接代理 怎么回事呢 看这里啊 比如说 我杨树呢 是一个农民 那我就 就是生产了很多大米 我有大米 一吨 我有一吨的大米 但是我是一个农民 我卖不掉 我不会卖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就找了一个商行 这个商行呢 是装门 做贸易的 对吧 因此呢 我就跟这个商行说 哎 我把这个大米 放在你这 你帮我卖出去 只要不低五块钱 一斤卖出去就行了 我不管你卖出去多少 卖出去多少 我就给你10%的提成 好 我就跟他签定个合同 那这个合同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 韩记合同 请告诉我诸位 这个商行 以谁的名义卖大米 这商行是 以自己的名义卖大米 对吧 所以你发现没有 这本质上就是 商行作为代理人 以自己的名义来卖大米 这叫什么代理 间接代理 有一些吗 这是间接代理 OK 如果他以我原说的名义卖大米的话 那就是直接代理 有印象吗 好 那所以韩记合同 本质上就是间接代理 OK 来了 考点 请听 告诉我诸位 这个商行卖大米的费用 由谁来承担 比如说 他的租金成本 他的灯油火辣 他的人工成本 谁来承担 自己 商行承担自己 这个韩记的费用 对吧 韩记费用由商行自己来承担 没有任何问题 OK 那么接下来再听了 如果商行卖出去一斤 我就给他10%的提成 所以卖出去多少 我就给他相应的报酬 明白没有 好 接下来请听了 如果这个商行把这个大米 卖给了消费者 然后呢 商行和消费者发生了合同纠纷 比如说 因为产品质量问题 或者是其他问题 反正发生纠纷 对吧 请问一下 消费者找谁 找商行还是找我杨硕 找商行 跟我没有关系 那这个时候商行有没有所谓的披露义务 把我给披露了 要求消费者找我 要求消费者找我 有没有 能不能有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可不可以 不可以 记住 这虽然是韩记合同 但是呢 虽然是间接代理 但是他不能适用我们 所说的间接代理的规则 明白 所以此时他坚持合同的相对性 因此你消费者就找谁 找商行 商行承担责任 就再要向我来追场 跟我之间的关系 另行处理 明白没有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里的279月第三点 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第三点 韩记人和第三人订立合同 韩记人对该合同直接享有权利 呃 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在这里就坚持了合同的相对性 好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最后一点 韩记人对买卖价格的义务 来了 各位 看这里啊 请听 比如说我跟商行是这么说的啊 你不能低于五块钱一斤 把这个大米卖出去 如果商行四块钱一斤卖出去了 那怎么办 四块钱一斤卖出去了 那就要给我补齐一块钱 对吧 OK 那如果商行说 哎呀 这四块钱一斤 五块钱一斤 这种大米没人买的 所以呢 这个商行确实很会做生意 他怎么做生意呢 他就干了一件事 他就开始讲故事 他说这个大米啊 那是绿色食品 杨硕这小子 亲自种的啊 对吧 等等各种讲故事的能力就来了 然后呢 他说定价多少钱呢 五十块钱一斤 五十块钱一斤啊 对吧 五块钱一斤是卖不出去的 对吧 五十块钱一斤 哇 天啊 那些有钱人的吗 都来买了 对吧 那有钱人一看 五十块钱一斤都来买了 对吧 那你告诉我 多出来的四十五块钱 归谁 多出来的四十五块钱 那看我们之间有没有约定 对吧 没有约定 或者是根据合同漏洞的填补 也没有办法填补的情况下 那不好意思了 这个利益归谁 归委托人 杨硕还是归受托人 商行 归委托人 不是归商行啊 是归我啊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我们看一下啊 二百七十九页 第二 韩纪人对买卖价格的意义 第二点 韩纪人高于委托人 指定的价格卖出 或者是低于委托人 指定的价格买入 可以按照约定增加报酬 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 那这个时候利益归委托人 看到没有 利益是归委托人 不是归韩纪人 OK 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关于二百八十页的考点 关于韩纪人的制约权 你在旁边写个词 叫自己代理 我们在讲代理权的浪用的时候 告诉过大家 浪用代理权 有一个叫自己代理 他应该是效率未定的 需要经过被带人的 追认 但是在这里的自己代理 是允许的 什么意思呢 看这啊 刚才那个商行 那个商行一看 这有一吨的大米 现在俄乌战争 全世界的粮食紧张 他就预测 明年大米的价格 应该会涨价 对吧 因此呢 他呢 就把这一吨的大米 全部买下来了 告诉我 可不可以 首先这个商行 是不是我杨硕的代理 是不是 是 他左手代理我杨硕 右手是他自己 把这批大米给买下来了 可以 还是不可以 可以 没问题 因为我已经刚才说了 你不低于五块钱 对吧 所以呢 在这里他五块钱买了 没有任何问题 OK 他就把他给买下来了 这种自己代理是 有效的 明白没有 允许 就这种自己代理是允许的 哎 那么这个时候请听了 如果商行 把这批大米给买下来 你告诉我诸位 商行 能不能要求我给报酬 10%告诉我 可不可以 可以 没问题 理解没有 好 这是关于 韩记人的制约权 那就是自己代理的问题 OK搞定 好了 那么这是关于韩记合同 接下来最后一个合同 中介合同 中介合同的话 涉及到今年一个热点 对于中介合同的话 你们应该都签过 对吧 比如说你们和中介公司签订个合同 说让中介公司帮你找套房子 帮你找套房子的话 如果促成合同成立 你跟房东签订买卖合同了 那么中介公司就可以拿到报酬 你们就要给报酬 对吧 如果没有促成合同成立的话 报酬给还是不给 不给对吧 但必要费用给不给 他带你去看房 比如说他开车带你去看房 对吧 然后路费邮费告诉我给还是不给 民法典是这么规定的 你们来感受一下 民法典增加了两个字 这个必要费用给不给呢 按照约定给必要费用 按照约定给必要费用 你告诉我诸位 有约定才给 没有约定啊 不给 所以诸位你跟中介公司签合同的时候呢 你会不会这么写的 中介公司如果这么写 你还愿意签吗 他说如果你不买房 那这个时候我带你去看房的 路费邮费 你要给我对吧 你告诉我你签不签 你当然不签啊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我们民法典就规定了 如果约定了 这些必要费用就给 没有约定的话 必要费用也不给 明白我识没有 好 所以看一下这里啊 关于费用和报酬 第一句话 中介人促成合同成立 那委托人就要给报酬了 对吧 那么接下来第二句话 以中介人提供定例合同的媒介服 而促成合同成立的 就由该合同当审 平均负担中介人的报酬 诸位你们所在的城市买房 对吧 给的中介费是多少啊 一般情况下是百分之 百分之一 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 对吧 如果是百分之三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很有可能 卖房承担1.5 买房承担1.5 对吧 这是属于我们这里的报酬 如何确定 那么第三 中介人促成合同成立 那么费用就由中介人负担了 对吧 因为人家已经给你报酬了 中介人没有促成合同成立 不得请求支付报酬 但是可以按照约定把这个词画出来 按照约定 按照约定 请求委托人支付从事中介活动支出的 必要费用 好 这是关于中介合同的考点 那么重点在于跳档 就是在去年吧 张杰和谢娜的案件 就是关于跳档 就有一个中介公司站出来说 你看张杰和谢娜 请我们去 就要么我们带他去看房 后来呢 他没有在我们这里成交 他找了另外一家公司成交 对吧 就是说张杰和谢娜跳档了 OK 那现在一审判决下来了 说没有跳档 OK 好了 那是否构成跳档 什么叫跳档 我们要理解一下 在这里的话 我给大家讲一下 其实说实话 我总感觉那个 他的一审判决有一点点的问题 就是那个 法院的一审判决 但是呢 算了吧 不知道他有没有散诉 对吧 OK 我们就不讲那个案例 我们就不讲那个案例 我们讲这个最高院的一个指导性案例 请听 不用看讲义 最高院指导案例 一号案例 就是281页的 这个一号案例 好 当年 十几二十年前 在上海 有一个人叫陶德华 是陶德华 不是刘德华 叫陶先生 那这个陶先生 要在上海买房 因此呢 首先他找了一家中介公司 带他去看房 他发现 这个房子还不错 对吧 但是诸位 如果你要买房的话 你会不会只看一套房 不会啊 你会不会只找一家中介公司 不会 这个陶先生也是在找另外一家中介公司 所以呢 陶先生呢 就找了另外一家中介公司 叫中原公司 听过这个中介公司吗 中原 对吧 好了 这个中原公司呢 是香港的中介公司 OK 这个公司特别聪明 然后呢 他带陶先生去看房的时候呢 就让陶先生签了一份合同 这份合同是这么写的 说我们带你去看房 在六个月之内 你不能跳开我去签约 如果你跳开我去签约的话 那就要承担1%的违约金 OK 好了 那陶先生签了 签完之后呢 中原公司就带他去看房 哎 看了是哪一套呢 看了还是第一家中介公司 带他看了那套房子 对吧 他一看 哎 原来周围的房子就差不多是这样子的 因此他还是比较喜欢那套房子 所以呢 两家中介公司就开价 第一家中介公司说140万 那第一家中介公司说140万 那中原公司说160万 周围你又不是傻的 你会在哪里成交 那当然是便宜这里成交嘛 对吧 因此在第一家中介公司那里成交 还把价格给砍下来了 138万 那138万就成交 成交没多久的话 中原公司就知道了 对吧 因此中原公司一指数状 就把这个陶先生给够了 要求他承担1%的违约金 1.38万 告诉我给还是不给 那就看一下是否符合跳单的要件 好 首先你告诉我 诸位 在这里的话 我们先看一下法条 他说 委托人在接受中介人的服务之后 要接受中介人的符咒 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 或者是每一届服务 告诉我 诸位 陶先生有没有利用中原公司 提供的交易机会 有没有 没有 因为人家在第一家中介公司 看了这套房子 没有 看了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没有利用中原公司 提供的交易机会 人家早就看到了这套房子了 对吧 是第一家中介公司 带他去看的 或者是媒介服 那陶先生有没有利用 这个中原公司的媒介服务 所谓的媒介服务 就是由中原公司 办他办理各种手续 有没有 没有 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 根本就没有跳单 对吧 如果有这两种情形之一 绕开中介人 直接定理合同的 就应当向中介人 政府报仇 能理解了吗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解决了 对吧 好 请听了 如果刚才那个案例 我稍微改一下 那就是跳单了 什么改呢 怎么改 请听 比如说这个房东 只向中原公司放盘 也就说这个房子 只在哪里 中原公司有房源 对吧 然后呢 中原公司 带陶先生去看房的时候 陶先生是聪明人 绝对的聪明人 对吧 在看房之前呢 先在一张小纸条上 写上自己的电话号码 然后在看房过程中 趁着中介不注意的时候 把这个电话号码 塞给房东 那房东拿到电话号码 房东也是聪明人 对吧 他会不会说 啥意思啊 对吧 会不会 那当然不会啊 对吧 因此回来之后 他们私底下就成交了 那这个时候就利用中原公司 所提供的什么 交易机会 那就构成跳单 那就要承担违约金 或者是报仇 明白没有 好 所以要注意一下 什么叫跳单 说实话啊 在实践当中 有了这个条文之后呢 跳单基本上是很难去认定的 再做多诸位 如果你将来看到一套房 有了这个法条之后啊 你想过没有 你看那套房 比如说A公司 带你去看这套房 你一看这套房 不错 你想买 对吧 然后这个A公司 开的中介费是多少呢 比如说3% 还1000万的房子 3%多少 多少 30万吧 对吧 那这个时候 你会做什么事 时间内容会做什么事 你会找另外一家中介公司 再看一下 对吧 找另外一家中介公司 OK 你告诉我 另外一家中介公司 能不能找到这套房源 可不可以 可以的 你会发现 这个房源基本上是什么 公开的 在他们中介公司里面 基本上每个中介公司 都可以找到 找到这房源 对吧 那在这种情况下 再找另外一家公司 哎 带你去看很多房 哎 还是那套比较合适 对吧 那你就跟这家公司谈 对吧 中介费多少 两个点 对吧 那个是三个点 这个是两个点 对吧 接下来有人更狠的 对吧 OK 我就给你一万块钱 干还是不干 对吧 所以在实践生活当中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因为这个房源 在这样子一个市场上 都已经公开了 所以此时的话 哎 你要去认定他跳单 是很难的 明白没有 因为每一家中介公司 都可以提供交易机会 懂得没有 所以这很难认定的 对吧 因此呢 那个中介公司 被张杰和谢娜 给把他给告了 那是也是 也是没办法 对吧 所以这个法条 你觉得立的怎么样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样 对吧 OK 你看一下社会效果就行了 OK 就有些时候啊 你别以为很多法条 我告诉大家 真正正正能够判断 这个法条的好坏的 并不是法律本身 并不是法律本身 而是这个法律制定下来之后呢 它的社会效果 OK 然后他引导着什么样的一个行为 这是我们去评估这个法条的好坏的原因 OK 其实这个法条来源于我们的281页的指导性案例 1号案例 没有这个案例的话 我们就不会有这个法条 OK 那有了这个法条 那将来我们的整个市场 会是怎么样子 我们后来慢慢评估 对吧 OK 反正呢 现在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法条 那就解决了 好了 这是78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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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